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看到澳大利亚国旗时,不难发现 澳大利亚与英国有着极深的联系 而且在政治制度上,澳大利亚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竟然是英王 虽说只是名义上的元首,并没有实权 但是如此有趣的政治制度,确实令人好奇 但是这还不算什么 再往前翻阅历史,澳洲曾经竟然是英国的犯人流浪地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相隔如此遥远的两个国家产生如此复杂的关系 一,犯人流放制的确立 在近代时期,英国通过对外殖民扩张等原始资本积累的方式 掠夺了大量财富 这些财富极大的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于是在17世纪时期 英国内部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这一事件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 之后,英国开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 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 不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思想文化 社会各个领域都开始向近代化迈进 而刑罚制度作为政治制度重要的一部分 自然也面临着变革 在这之前,边刑和泡落等身体层面的刑罚 是早期的英国所采用的主要的刑罚方式 但是处于转型期的英国 贫困问题已不再是个人的偶然问题 而是演化为了严重的普遍的社会问题 资本的扩张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把很多生活贫困的穷人推向了犯罪的边缘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英国的犯罪率直线上升 面对国内严峻的社会问题 英国政府大大加强了严酷的刑罚 但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 很多英国底层人民仍然铤而走险 触碰法律红线 每年都被处决很多人 后来英国想了个办法 直接把这些人全部卖到北美当奴隶 1614年 英国国王下达了正式向北美输送的命令 因为这样 既可以解决犯人彰显英国的慈爱普世价值 又可以通过贩卖他们来获取巨大利润 此后的1661年到1700年间 约有4500名犯人 陆陆续续的被运往了北美殖民地 1717年 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 授予了法庭直接将犯人转送出境的权利 于是他们流放 作为一种新的刑罚方式 逐步代替了之前的炮落和鞭刑 至此 流放制正式确立 2 北美与英国的纠缠 在1754至1763年 英国和美国开打 英国战败 被迫承认美国独立 美国独立之后 从此拒绝再继续接受英国罪犯 但英国国内由于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国内两极分化越发严重 英国企业界又利用大工厂制 来对工人进行极其严酷的管理和残酷的剥削 导致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下 生活不下去只有做间饭科 结果就是一年的英国犯人 就达到好几万人 但是英国国内的监狱数目和容量十分有限 根本不足以满足需要 于是英国的监狱一下子人满为患 如何有效处理多余的犯人 成了摆在英国政客面前的难题 3.坎坷的移民过程 当时英国已占据澳洲 但没有大规模移民 所以要想彻底的占有澳洲殖民地的所有权 英国接下来还应该通过大量移民的方式 来巩固英国对澳洲的所有权 不过由于英国离澳洲较为遥远 到达澳洲需要乘坐半年的船 而且路途凶险 如果遇到大风暴 还会有沉船的危险 所以当时英国民众普遍不愿意 去澳洲定居生活 于是英国就来了个顺水推舟 将那些犯人全部流放到澳大利亚 因为这样一来 既可以解决罪犯的流放问题 又可以解决澳洲的移民问题 简直是上上之策 于是英王乔治三世 立刻宣布澳洲成为英国新的 主要的犯人流放地 不过由于澳洲距离实在太远 英国政府为了方便 就把任务交给了私人商船 然后英国按照上船者的人数 来给船主运费 不过因为船主想要尽可能多地挣钱 所以他们便想方设法地往船内 装更多的人 这样的行为直接导致船舱内拥挤不堪 再加上那些船只基本都是由旧船改造的 因此船上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 而且卫生条件也极其差劲 非常容易引发大规模的传染病 因为英国政府是按照上船时犯人的人数 来给予船主运费 所以为了减少开支 船主会尽可能地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成本 而且被运输者就算挂了 对于船主并没有损失 甚至船主还可以因此减少开销的伙食费 总而言之 这些人的生活甚至还不如跟几百年前 欧洲运输船上的黑奴生活 好多人还没到澳洲就挂了 这一下英国政府可急了 船主这样不顾他们死活 这些人要是挂了 谁去开发澳洲 便立刻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制止 在最初 英国是往每一个商船上派遣一个政府官员 以此来监督船主的行为 不仅如此 英国还对船只的基础措施 做了硬性规定 甚至为每个船只都配备了医护人员 起初这样的举措确实有效 船主的不法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但是后来船主试着采取贿赂随行官员的方式 以此来减少运输成本 官员在最初都还可以以道德的名义 对船主的行为进行呵斥和拒绝 但是随着船只长时间的远扬航行 官员的意志力开始逐渐变得薄弱 很多官员接受了船主的贿赂 开始与其同流合污 之后船主越发的猖獗 对于那些不愿意接受贿赂的官员 船主就对其进行迫害和暗杀 于是当时时常有随行官员神秘消失的事件 后来的官员基本放弃了所谓的职业操守 选择了与船主同流合污 于是这一监督措施开始变得形同虚设 船上的犯人运输中还是会死很多 最后英国政府终于找到了最佳的解决方式 就是换一种击费方式 改为了按照下船后 到达澳大利亚的人数 以及他们的体制 来向船主给予一定数量的金额的方式 这一方式行之有效 各个船主都竭尽全力的保证 犯人的安全以及体制 因为如果少一个 或者他们的体重有所下降 船主都无法获得足够的运输费用 从那以后 这些人基本百分之百 都可以安全到达澳大利亚 他们统一受英国殖民当局管理 20世纪以后 世界各国殖民地独立呼声愈发强烈 1901年1月1日 澳各殖民区改为州 殖民区统一成立澳大利亚联邦 1931年 因议会法案 使澳大利亚获得独立自主权 成为英联邦中的一个独立国家 1986年 因议会再通过与澳大利亚关系法 澳大利亚获得了完全立法权 和司法终审权 最初有一批英国罪犯建立起来的国家 如今已处于世界排名前列的发达国家之力 但是由于这段历史因素 所以如今的澳大利亚在政治经济等很多方面 和英国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直到现在 澳大利亚仍对英国保持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而由于这段历史并不光彩 所以导致很多澳大利亚人 在精神上背负着较为沉重的压力 甚至一些犯人的后代 想方设法把那些与自己祖先有关联的文件 辅之一句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由于时代的发展 澳大利亚人不再像以前那样 怀着沉重的心态 看待这个问题 并且敢于公开承认 自己的祖先是来自英国 毕竟祖先的过错 也不应该由后代承担 历史如今仍在前进 希望未来悲剧不再重演